这个视频我们聊聊T形的面积 前面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 通过把三角形转化成平行四边形 可以得到三角形面积的计算公式 那么T形的面积 你是否也能用转化的方法得到它的计算公式呢 没错,转化的方法有很多 我们可以将一个T形沿着它的中位线剪开 就得到了两个小的T形 把上面的小T形绕腰的中点旋转后 和下面的部分拼在一起 就可以得到一个平行四边形 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就等于原来T形的面积 平行四边形的底 相当于T形的上底加下底的和 平行四边形的高 就相当于T形高的一半 因为平行四边形的面积等于底成高 所以这个T形的面积 就等于上底加下底的和成高除以2 还可以从T形两腰的中点 向下底做垂线 在T形的下部 就得到了两个小的直角三角形 然后将这两个小三角形 分别绕T形两腰的中点旋转 就可以拼成一个长方形 这个长方形的面积 就是T形的面积 长方形的长 相当于T形的上底加下底的和的一半 长方形的宽 就相当于T形的高 因为长方形的面积 等于T形的面积 所以T形的面积 就等于上底加下底的和成高除以2 还可以把两个完全相等的T形拼在一起 可以得到一个平行四边形 这个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相当于T形面积的两倍 平行四边形的底 相当于T形的上底加下底的和 平行四边形的高 相当于T形的高 平行四边形的面积 等于底成高 所以T形面积的两倍 就等于上底加下底的和成高 那么一个T形的面积 就等于上底加下底的和成高除以2 我们利用分割拼和的方法 将T形转化成了我们以前学过的图形 并且根据T形与学过的图形之间的联系 得到了T形的面积 等于上底加下底的和成高除以2 这就是T形面积的计算方法 如果用S来表示T形的面积 用A来表示上底 B来表示下底 S来表示高 T形的面积公式就可以归纳为 上底加下底的和成高除以2 当然还有其他方法 可以得到T形面积的计算公式 你也可以继续研究 知道了公式 再计算有关T形面积的题目 就容易多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道题 题目中 曲口的宽度与曲底的宽度 就相当于T形的上底和下底 对于这道题 我们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思路 第一种就是根据T形的公式 来列出方程 我们设曲身为X米 那么5加3的和乘X除以2就等于6 也就是4X等于6 所以X等于1.5 也就是曲身1.5 第二种思路 就是想两个一样的T形 拼乘的平行四边形面积是多少呢 对了 应该是6乘2 也就是12平方米 再根据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公式 用12除以5加3的和 就能得到平行四边形的高1.5了 也就是T形的高是1.5米 怎么样 不难吧 我们也赶快去做几道题试试吧 对了